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CLN城市生活报移民专刊 我是陈雨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1比5投资移民如何取得永久绿卡呢 1比5投资移民是选择投资一个安全的项目 并且可以顺利拿到美国的绿卡的一个方式 那1比5投资移民的申请人在顺利取得绿卡之后 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说 能够完成整个投资的过程 并且让投资的本金在最后可以顺利还款 那我想大家一定相当的好奇 1比5投资移民取得的绿卡 是一次到位拿到的永久绿卡吗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美城移民资深顾问 陈小凡陈顾问来为我们解答 陈顾问您好 雨萱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美城移民资深顾问陈小凡 那针对刚刚雨萱询问我 1比5投资移民是否一次到位取得永久绿卡呢 首先我想先让大家了解您手上的绿卡 绿卡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两年期的有条件式绿卡 那第二个呢是十年期的永久绿卡 那两年期的有条件式绿卡呢 是主要针对于1比5投资移民以及配偶依亲呢 他们的申请会先取得的 那像其他的移民类别呢 大部分都是以十年期的永久绿卡取得为优先 那想问一下什么是两年期的有条件式绿卡呢 两年期的有条件式绿卡呢 从字役上面的解释呢 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有条件式的 那今天我先以1比5投资移民为例 为大家做说明 投资人呢在AIT面谈通过之后 顺利取得移民签证 并且呢以移民签证呢赴美去完成落地 那他的一个美国地址呢 会先收到一张两年期的有条件式绿卡 那这两年期绿卡即将到期前呢 您必须要向美国移民局去递交两年期绿卡 去转为十年期的绿卡的申请 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I829解除有条件式绿卡 那唯有呢符合829的一个条件 那之后才能顺利取得十年期的永久绿卡 所以其实1比5投资移民并不是一次到位 就是一开始拿到永久绿卡 一开始我们会先拿到两年期的有条件式绿卡 后面才会去转申请到十年的永久绿卡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陈顾问 来为我们分享1比5的专业知识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移民专刊专访内容 想要询问或了解更多细节内容的朋友 欢迎搜寻我们的说明栏连接资讯 或拨打电话到城市生活报 我们都很乐意为你们服务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期待下一次的专访内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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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